哈欧又到了想到就更新的淘彩蛋时间 今天我们挖的彩蛋内容是入戏第三第四集 彩蛋一 群演老师是快专 哪里需要哪里办 我有个朋友 每次听广播剧 听到隐藏小配角是自己熟悉的声音 就特别的激动 科普以后整理了一个有意思的明星群演单 涅槃老师 Lias涅槃大爷 大爷 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取点钱 这是同学 好的 您稍等啊 什么事啊 同学 登记 许飞 我知道你 许飞 入学成绩很不错 请兵驾一学期 把你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 这是录取通知书 身份证丢了 丢了 嗯 有通知书不行吗 银行存钱的大爷 小楚的入学的老师 诚哥 你成熟了 过程同学 同学 地方你都认识了吗 哦 对了 课你都听得懂 有的懂 有的不懂 不懂才学嘛 这给你 二百 同学 你购我这么多钱干什么 替我点名 啊 美节课老师点名的时候 替我应一声 你美节课都不来吗 那我帮你记笔记 到时候给你送宿舍去 我就喜欢你被两百块收买的样子 梦梦立S胶卷 哎哟 笑话我呢吧 人生必不仇害一个人干了一票 做了人还了得 也不劳你费神了 人我给你带来了 这三个 可都是专门来偷奔你的 小虎 自己说说吧 说实话 这里面最让我惊讶的 胶卷和梦梦 竟然是一个配音老师的声音 一想到胶卷这个角色 脑补的形象明明是一个叼着烟 剃了平头的铁剔 可是居然 梦梦是胶卷 胶卷是梦梦 小楚版渴望插曲 小楚下楼丢垃圾时哼的那首歌 现在年纪小的听众可能并不熟悉 当年可是万人空向的观看盛况 谁家晚饭后不放这部剧 第二天跟同事朋友都没得聊 全国观众跟着剧中人物一起悲欢离合 是先在电视剧达不到的巅峰里程碑 这首歌立刻让此剧的年代感鲜活 真实了起来 海淡四比一块五一杯的白开水 老季强装镇定带着弟弟去高级西餐厅 结果被黄金杯子装的水惊到了 哆哆嗦嗦要了一杯 最后老季说 给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好不好啊 有没有想到 眼前的弟弟为了把命吃回来 吃了多少人的肉 喝过多少人的血 偏偏就是在舍不得 为了奉陪弟弟还是买了 但我还是要说 一块五一杯的白开水 在那个年代 真的很坑店 彩蛋舞 烟入味的皮加克 嗅觉能比其他感官形成更强烈的记忆 所谓普斯特效应 就是当你闻到曾经的味道 就会开启当时记忆 开始慢慢习惯这件皮加克味道的小楚 要如何面对这之后的一切呢 彩蛋六 花生米下洋酒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第四季开场 觉得很有意思 没见过洋酒的老季 和看不懂英文的小楚 把洋酒当成啤酒 喝得蹲蹲蹲 还觉得差点啥 就翻出抽屉里 珍藏的半包花生米 想起第二集里 真心实意 嫌弃牛肉都做不熟的西餐厅 老季的形象越发立体酣直了 我要是小楚 可能也要忍不住 缠着老季去吃他没吃过的西餐厅 喝他没见过的洋酒 做菜也能用 做菜 嗯 去行 彩蛋七 你妈来电话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楚 意识没明白 老季口中的大姨是谁 此处埋下小楚的 真实身份伏笔 直到老季说你妈来电话 才心里一惊 此时豹木突然插入 听到我也毛骨悚然 真为他捏把汗 如果你是小楚 脑子里会在想什么呢 彩蛋八 打完电话 小楚拧开水龙头洗脸 声音处理得太细腻了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水管子的样子 跟小时候那个年代 胡同桶子楼大院儿里的水龙头的声音一毛一样 感觉演员老师就在现场洗脸 彩蛋 就好莱坞式的沉浸式抢银行体验 成功主座锁 趁着 闭锁 你先拿钱 你们俩门口守着 是 好 什么情况 他们是谁 怎么也在这边去 还能碰到节骨屋的 他们也是来抢钱的 废话 动手 他们杀了我们的人 撤 撤 作为一个女瓶广播剧外行 我觉得这个后期真的尤为震撼 如果说第三集的抢银行是隔岸观火 这集的抢银行就是全方位沉浸式体验 感觉就像站在现场中央 看着四处逃散的人群 持枪扫射的劫匪 叫人心里发慌 果然有了同伙的储家军 抢起银行更狠了 那个时代的重大案件也不过如此了 彩蛋时 方平嘴里的枪 兄弟 你别乱来 刚才杀人的不是你吗 怎么现在怂了 你想干嘛 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我数到三 如果我没有开枪 就放过你 小楚堵截防瓶这段 可能都会被 眉眉人格分裂式的表演惊艳到 但是我偏偏听到嘴里塞了一把枪的防瓶 深深捅进嗓子眼 想呕却呕不出 命悬一线的感觉 细节小彩蛋 夜里散步的曲曲声 想想看城市里多少年没听到过 路边草丛里的曲曲声了 早年夏天的晚上 每每散步的时候 听到曲缺声总有种下业特别的意境 在这一幕里 说着我想跟你带一块的小楚 跟上一幕拿枪对着防瓶的 是同一个人吗 第四集广播剧的新NDH 个人可是太喜欢了 简直把悲伤的情绪推向最高潮 小楚心里嘲笑老季傻 不断地闪回赖上老季的每一天 看小说的时候体会没有那么强烈 剧里一生生的闪回 都是小楚可求 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有家人的生活 有人可以依靠 可以撒娇 最后还是得自己 把自己拉回现实 你得活着 每一句都是小楚注定好的结局 你会就会想到我 treat 你会想到我 不论 你会想到我 这是 你会想到我 好 我 不论 你会想到我